DropX 幫到我主要有三個部份 第一就是 Cover Letter Cover Letter 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 它教我如何將一些訊息去 highlight 然後要突出自己的固定物色 讓鼓或者是HR 那邊 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強項在哪裏 在CV 方面 它可以幫我們的 Format 上 都可以整理得非常整齊 讓人看得很舒服 可以將重點帶速度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幫到我去建立一個 career path 因為其實Edmond 自己都非常想我們去想清楚 自己將來想做些什麼 而經過這個 web search 和 tutorial 之後 我自己都在這方面想到我做了很多 而亦都可以 list 到兩樣自己 在 journal 上去做的事情 也都在未來 即是沒有任何工作或者是之後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給我一個很清俗的路向 所以我都會推介給之後的同學參加 在今次的 web search 或者 tutorial 上了Job EX 我就看到很多關於我專業的工 而且我亦都可以 revised 到我的 CV 和知道 其實 CV 應該怎樣寫 才會容易被人接受 和容易到 catch 到別人的眼光 我覺得這個 course 是很值得 給一些 fast grade 的同學去上的 那我參加了 SCMT 的 web search 之後 就覺得自己找工作的信心就大小了 那那個 CV 和 cover letter 都精簡了 和 improve 了那些內容 那我覺得是會幫我增加機會去找工作 和可以 attract 到 employer 去 即是給我一個 interview 讓我有個機會去入一些我想做的公司 或者我想做的政業 那我參加了 FDMT 這個 web search 之後 那其實我開始讀 ECE 其實都是對我 接下來可以有些什麼工作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覺得是 即是迷惘的 那我參加了這個 web search 之後 就是起碼 at least 我知道 其實讀完 ECE 是可以找到 很多不同類型的工種 另外它是這個 教我們寫 CV 和 cover letter 那個環節裡面 即是就教了我們很多重要的位置 在哪裡可以做得再好一點 那這樣就令到我們在這個 CV 和 cover letter 方面 都大大提升 那從而就令到我們 就找工作方面 那當然就可以 attract 到更加多的僱主去請我們 是的 參加這個 web search 之後 令到我覺得原來讀 ECE 原來不是沒有前途的 原來可以有很多工作可以找到 例如可以找 management 和 marketing 都可以的 還有這個 web search 教了我們很多寫 CV 和 cover letter 的技巧 怎樣去把你的 point 原來我吸引僱主去看 還有怎樣在短時間之內 抓到僱主的目光 令到你有 interview 的機會 所以總括來說 這個 web search 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令到我們迷惘的學生 去知道前途 原來是非常光明的 剛才很開心地參加到 JobX 這個 workshop 在這個 workshop 我學了很多 對我將來找工作方面 很有幫助的技巧 例如怎樣整理自己的 CV 和自己的長處 和一些 interview 之類的技巧 我覺得這些 對我將來的找工作也很有幫助的 還有 JobX 提供一個 好的 database 給我 令我更方便 更加容易找工作 所以我對我將來的找工作方面 會更加信心 謝謝 這次的這個 workshop 我學了寫 CV 和 cover letter 然後都寫了 how to search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arget companies and I think it's quite useful 那上完這個 JobX workshop之後 又學到怎樣寫 CV 和 cover letter 就是最重要的 CV 怎樣可以看到雇主 或者那間公司 怎樣可以看到你的 CV 裡面的重點 而 cover letter 就可以令到 更加可以 能夾取你的 CV 之後就可以更清楚你自己 對這份工作的熱誠 我覺得 JobX 也挺好 可以 挺刺激的 CV 和 cover letter 還有 這些服務態度挺好 還有一些上課 和 debate session 這些講解都很詳細 希望他真的可以幫到我找工作 頂著 FDMT 真是一個很好的 course 他無論是在 JobHunting 的 skill 到底認清楚你人生 你第一份工作的目標是什麼 他都很仔細地 巨細模糊地跟你講完 你應該怎樣做 怎樣寫一個好的 CV 寫一個好的 cover letter 他對我將來要找工作的技術 和 software 和我認清自己的 hardware 要學些什麼 是非常有很大的幫助 FDMT 真是幫到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